今天要挑戰十個機能 等一下大概五十分鐘左右 大概十兩分鐘左右 大概用了半小時多一點 十分鐘左右就出來了 我們剛才有一次 其中一次是跟Fast Pass的朋友一起進去 然後Single Rider還要快一點 可以上車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USJ系列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USJ 將會停留一整天 由早上開門去到晚上關門 不過今天有少少不同的是 楊少編是跟幾位朋友一起進去的 朋友們買了快證,而楊少編就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到底課金和課金的體驗會有什麼不同 早上7時05分 環球影城站超多人 我們今天又來挑戰 楊少編成 今天要挑戰十個機能 我們今天比那天更早到 那天是7時09才到 今天是7時30已經到 但是也是超超超超期待 好青春啊 現在7時30已經進來了 今天非常早 很好很好 我們現在去拿了鎖卡 然後就看看Mario可不可以沒有飛直入 我可惜一從傳脈區出來就開始要用整理券 所以我們就借用了兩位去排鬼滅的朋友的門票 拿了兩張整理券 搶先看早上的時段進入超級任天桃園區 在這個時候門口的大水管還沒有職員管制 可以自由地拍照 剛才拍照是沒有人的 你看 現在暫時也是空氣的 還有人來 看看一會兒要等多久 它會有中間出現同一個顏色的 就可以按它 好 現在我們要排Mario了 看到60分鐘 有分有分有分 現在沒有分 沒有分 沒有分 有單一圈 剛剛Yoshi排了半個小時 算了玩完 對半個小時剛剛好 好像上次來到玩上才其實都是用FAST 這次是十 правда 這是第一次走這邊 因為上次的FASTFAST BEGO 完全沒有經過這個位 完全 剛剛我們9點16分 玩完Mario賽車 等了大概50分鐘左右 都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現在Mario已經要80分鐘了 完成 現在已經多了很多人了 對比我們剛剛進來 那個欄光位已經排滿了 早上9點30分 已經多了 下午一定是爆炮 這個是正常的人龍 我們今天是五六個人排 今天是有十幾二十個 這個位置很涼爽 休息一樓 在這裡 RaresGeorge的對面 這個自動販賣在那裡 超涼爽的位置 要少許來這裡 剛剛買了炮菊桶 冰星款和微豆子款 都要排隊 大概十兩分鐘左右 那不是很久 可以接受 好 我們又回來這裡了 Harry Potter 今天非常多人 我們要先去吃東西 然後一會兒再出來拍照 這個 三斤數把餐廳 用了手機點單 一會兒去到直接付錢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付完錢 就去拿東西吃和喝 然後他就會幫我們安排位置 很好吃 我們用牛扒 那邊會更光亮 這裡會更光亮 這裡會更光亮 很豐盛的一頓 有飲品 有肉有湯 那我們剛剛吃完東西 拿回空杯 然後走出來餐廳這個位置 可以拍到城堡超級漂亮的 這個位置是你吃這間餐廳才可以進來 平時就這樣是不可以走進來的 所以大家記得吃完之後 要把握機會在這裡拍照才走 我這位畫面 你這樣倒是嗎 這位畫面 是全世界在這裡拍照 我這位畫面 也有點懶惰 講話 我就來看吧 哈哈 有一個很快速的實驗 就是玩 Harry Potter的Single Rider 原來它的位置是在右邊 和Fast Pass是同一個地方進去的 所以一進去就已經是Locker位 我們剛才2點開始到現在2點到8時 Toto玩了兩次Harry Potter 非常之快就已經玩到了 因為它那條隊是另外分開 就會跟這三個人一起玩 如果不是很多Single的人 就其實很快 我們剛才其中一次是跟Fast Pass的朋友 一起進去的 然後Single Rider還要快一點 可以上車 如果大家不介意和不認識的人玩 是可以去試一下排Single Rider那條隊 只要跟我之前說Single Single 就知道這個Signal就會放你進去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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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又來排另一個機動遊戲了 這個艾蒙的搖搖板 它顯示等了40分鐘 我們暫時等了大約10分鐘左右 其實也挺快的 看來就不是很多人 但待會玩完幾點了 OK 我們剛剛排完 玩完了 大約用了半小時多一點 都真的有點飄移的感覺 但我們不是坐到最飄的尾拍 我們已經是坐在比較中間的位置 也是有點飄飄的感覺 所以如果真的非常害怕 這個理心力的人就慎重考慮一下 或者跟他說坐在中間的位置 就會看到人家都可以指定 想坐那行行不行 好 我們現在離開這個Wonderland的園區 去下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完這個4D電影 我英的4D電影 排隊連起來用了40分鐘左右 量一下冷氣 坐一坐 先量一下回血 然後再見下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來到Million 準備坐Single Riders 看看等多久 一般要等60分鐘 Single Riders應該會快很多 進去試驗一下 Let's go let's go 我排一下 等20分鐘 看看是不是真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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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20分鐘 排完玩完 我們又回來了 任天堂世界 這個排隊的人數多很多 因為今早他沒有職員 職員還沒開始幫你拍照 然後就變成你自由拍攝 再次挑戰Super Mario Kart 這個賽車 顯示正常等候時間100分鐘 Single Riders就是60分鐘 我們現在又去挑戰Single Riders 看看可以多快進去 60分鐘其實也有一點多 所以有點不安 希望不要太久 好 完成褲巴的挑戰 好 完成褲巴的挑戰 排隊到玩Single Riders 大概50分鐘左右 比他寫歌的時間都少了10分鐘 是算一個不錯的時間 因為你只想排那個普通的隊 是要等100分鐘的 其實他也是有三人的 就會收你下去 所以也要看你好不幸運 多不多那些三人的去玩 現在就在原樂店 再逛一下 拍照 等天黑 拍完夜景 那就完美了 開始天黑了 現在很累 所以先找個位置坐下 等到天黑拍完照 就可以完成 今天任天堂的行程 已經離開PSL下去了 來自我 來到MARIO園區了 但仍然有很多人在排隊進去 大家都進去拍攝景 我們現在就去最後衝試 看看玩不玩到多一兩角的機動遊戲 很大風 太陽一掃了之後 馬上來了 晚上好像特別 很恐怖 本來打算去一單車 但今天沒有 所以我們決定離開 是不是下面也要進去嗎 玩遊戲球 噢 清清要等30分鐘 這個熱氣球 我們就進去了 剛剛排完熱氣球了 連玩大概20分鐘 都很快 現在我們其中兩個團友 就去了排這個搖搖板 我們剛剛下手排過的 這次就排20分鐘 我估計應該都比這個快 因為看到它也不太多人 好快 剩下的 哇 哇 哇 他們很快 女工 她們玩了10分鐘左右就出來了 鼻群啊鼻群 突然下鼻群 好 非常 晚間哈利波特 先拍攝我的夜景 再來一次 這個晚上特別有感覺 早上覺得它沒什麼特別 晚上就覺得很帥 挑戰人體極限 我們團友去了最後衝刺Harry Potter 應該不用等很久 我們就在這裡拍攝夜景 完成今天漫長的環球影城之旅 環球大長征的系列終於來到尾聲了 我們真的要走了 好了這次真的下次下次下次再見 好累啊 今天是歷代玩最長的一天 非常疲倦 兩條腿都好像不是自己一樣 搞不定了 再玩也不行 大家記住千萬不要臨走才去買東西 因為是很多人排隊給錢的 你選擇都給不到錢 或者是要等很久很久 為了不要浪費時間 大家一早就收購好錢來品 然後回門的時候就走了 因為走的時候都是很多人的 那終於有快證和沒有快證的一日體驗 你看到數字上就差一個項目 還有如果要追上那個 理論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可能你說 為何那麼多人都照買快證 快證當然有它的個人之處 你看到楊少編的十項設施裡面 有四項都是用Single Rider通道 那如果你想和朋友一起坐 或者帶著小朋友一定要排一般隊伍 就沒辦法做到快證的相同效果了 因為Single Rider 快起來真的幫你節省很多時間 那下一篇我們會再跟大家詳細講解它有多爽快 這條片就主要和大家比較一下有快證和沒有快證的玩法 那不知大家又會選哪一種呢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吧 那好了 真是去到尾聲了 尾聲的尾聲了 我們現在真的要離開USJ了 有緣我們再見吧 拜拜 拜拜 這條街還有這麼多人 很恐怖 他們是 不是早上 休息都會衝到晚上才出來